今天想要跟你介紹一個新的物理量 叫做動能 動能的符號我們通常寫下 EK或者是寫K 這個E是代表能的意思 Energy的意思 然後這個K代表kinetic 就是運動的意思 我們要介紹動能之前 先來看一下 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來引入動能這個概念 有一個物體 它受到這個 我用綠色的表示是一個外力 這個外力推擠之後 它就運動運動 那它可能原本有一個初速度 所以它就沿著這個白色的軌跡 從一開始左邊運動到右邊 那受到外力的推擠之後 就這樣動了 那我們來看第一段位移 因為我們要研究這個物體 它所做到的外力做工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切成非常多的小段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段位移 Delta R1 假設它初速度叫V0 它的末速度叫做V1 它受到這個F1的力去推它 那我們如果想要來計算呢 這個F1 所做的工的話 我們就必須把什麼 F1給分解分解成F1垂直跟F1平行 那我們知道做工的定義就是去取力的跟位移的平行分量相乘 好 那所以我就要把它這樣平寫 這樣子把它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F1平行 它是不是把它處以這顆球的質量 我可以得到一個A1平行 也就是說 這個力它會讓它產生在這個位移方向上產生一個加速度 把它叫做A1平行 好那這A1平行的算法就是把F1平行除以M 好 那我們可以假設在這個小小的位移裡面 這個物體它所進行的運動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呢如果我們有末速 我們可以帶入這個公式 運動學公式 末速平方等於初速平方 加上兩倍 加速度A1平行 再乘上它的位移Delta R1 好 那這就是一小段位移的情形 一小段位移的情形 那同樣的道理啊 我可以來看 從 這個 下一段的位移 從R1變成R2的位移 我可以把它畫出來 假設它走了這樣子 畫得沒有很好 然後呢 收到F2的力 好 然後呢 這個物體呢 它當然 會運動嘛 好 那它會在這個 方向上 這個力可以分解成兩個方向 然後這個叫做F2垂直 這個叫做F2的平行 產生的加速度我們把它叫做A2平行 一樣的道理啊 這一個速度如果 剛剛已經看了這個點 這個點速度 我們把它叫做V1 那當然到這裡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它速度叫V2囉 所以 我們再根據運動學公式 可以給出這個V2平方 等於 V1平方 加上兩倍A2平行 乘上ΔR2 那我們再繼續做這樣子的這個分析 把這個路徑切成許多的小段 最後把整個過程都給分析出來 我們應該可以在如下做成這樣的結論 我們這邊 V3平方會等於V2平方 加上兩倍A3平行乘以ΔR3 那其實我們一直做 我們不用每一個都做啦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 把這個東西全部給加起來 然後 欸 猜猜看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這個V1平方 可以跟 這全部加起來 這個可以跟這個講 這個可以跟這個消掉 那最後一項呢 這個東西應該是V的 我們把最後一個速度 叫做VF好了 一開始的速度叫V0 那這邊就會 這個V3可以跟這個消 最後這一項也會被消掉 所以 如果我們把它這樣相加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預測 我們不用真的每一項去做 我可以得到VF平方等於V 這邊有個V0沒有消掉 V0平方 加 A1平 兩倍A1平行乘以ΔR1 那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式子寫成Sigma的形式 變成這個樣子了 就是兩倍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呢 對於這個運動所進行的分析 我們會發現一個特徵 我們發現 欸 這個掛號裡面的東西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有熟悉感 如果沒有熟悉感 我們把它做一個簡單的置換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 你的受力除以你的質量 這個是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等於MA 那 呃 所以 最後面這一項 如果我們把它再做一個 計算上的調整 你可以發現 如果我把這個式子兩邊都乘一個 二分之一M 這個式子就會變成 二分之一MVF平方 等於 二分之一MV0平方 加上兩倍 這邊乘上 二分之一M 所以這個兩倍被二分之一消掉了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M 所以會變成這樣的東西 M 乘進來 A I 零形 ΔI 好 我們乘了 等號兩邊都乘了 二分之一M進來 等到這個結果 其實我們再 檢視一下這個 這個 這造型 我就用兩點 檢視一下這個結果 其實就是 FI平方 乘上 ΔI 欸 這一項呢 其實就有它的物理意義 這一項其實我們之前 講過了 這個就是什麼呢 力跟位移在平行的分量上的相乘 然後我們再把每一個小段的總和給加起來 所以其實啊 後面這一項 其實這一項就是 整個過程中外力對它的做工 所以我就把它寫一下啦 這個我就寫SIGMA W 我把它叫做合力做工 那這一項呢 跟這一項 二分之一MVF平方 我們定義 所以這個是定義 把它叫做動能 叫做EKF 成為莫動能 這是定義喔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 推理 就是我們把它定義叫莫動能 然後這個 就叫做EK I或0都可以 I 就是粗的意思 那這個就叫做粗動能 我們根據以上的分析 我們希望能夠定義出一個這個 二分之一MVF平方的東西 把它叫做動能 為什麼 這樣子定義 是好的呢 為什麼我把動能 叫做 國中其實都有學過喔 為什麼我把EK叫做二分之一MVF平方 這樣子 是一個好的方式呢 好 請你看到 這個式子 如果我把這個一項的話 我可以 把這個式子整理成這樣 W等於 EKF 減掉 EK I 那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叫做 莫動能-粗動能 如果我們把二分之一MVF平方 叫動能的話 那我就可以將 這個 式子 簡寫成 這個樣子 哇賽 其實 一開始的推導 非常的複雜 可是 最後出來的結果 居然 有點簡潔耶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 動能的變化 動能-改變 那這個叫做什麼呢 合力做工 所以 其實 而且你看到 我們這樣子 一路上的推理下來 我們使用的是一個 非常 普遍的結論 也就是說 其實 你看我的力是 任意的力 然後 任意的合力 然後我畫的軌跡也是 任意的軌跡 可是我們推導出來 結果我們發現 如果 結論 如果你想要算 一個任意的力 對於 你走 任意的軌跡 最後 合力 對這個物體 所做的工的話 其實 你不需要真的去 切割它 把它分成 無窮多段 然後再去 算每一個小段 這個力 所做的工 取而代之 的是什麼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你如果想要算 在這個任意的路徑上 合力對你做的工 你只要去算它的什麼 動能改變就好了 換句話說 這邊 我們為什麼想要定義 二分之眼幣平方 叫做動能呢 因為如果我們 這樣定義了 這樣的一個物理量 我根本就不用追蹤你整個 過程 你的物體呢 運動 然後呢 被外力做工了 我想要算這個外力做工 我根本就不用管你中間速度 變大 或中間速度變小 從剛剛的計算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速度變大 速度變小 都無所謂 因為它都會消掉 所以 最後只存留下來的 只有它的 初數平方 跟末數平方 那我們如果 把它 把動能這個物理量 定義成二分之眼幣平方的話 我們寫出這個簡潔式子 我們就可以直接計算 合力做工了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合力做工就是動能的改變 這也跟我們 公與能的主題做呼應 之前我在之前有說過 這個工跟能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他們單位呢 其實都是交二 那為什麼他們會被 他們會被叫兩個名詞呢 為什麼不叫工跟工或能跟能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能量它是做工 它是能量的變化量 就是做工 做工等於能量的變化量 那我還舉了一個洛克人的例子 好 那 所以 呃 這個式子呢 我們把它稱為 功 能 定理 我們把這個式子稱為 功能定理 好 好